国内华人人口的增长率不达标 甚至逐年减少 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华人人口增加了127万人 但无疑却以251万人遥遥领先 这和1957年独立时期 华人占据总人口的37%相比 到去年的23.4% 迅速对比触发华人人口危机一时 华裔人口下降恐怕将对社会 政治等各层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卫嘉祥 今天受邀出席拉曼大学双西龙分校 举行的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 和挑战研讨会时就表态 在票箱民主的制度下 人口占多数的族群 肯定占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华裔人口不断下降 那么在参与决策方面 肯定会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你的人数一旦减少 在任何时候呢 这个选票他没有说你拿BHD 你的这个选票等于五张 比一般小学的可能是一张 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人一票的原则之下 他就是平等的 所以如果出现太过线索的情况底下呢 你的这一个参与权 参与决策 尤其是在你的通过票箱民主 投选出来的 他会有一定的冲击 尽管魏嘉祥并不完全认同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会对少数族群有所偏差 不过蓝曼大学企业与金融学院教授黄锦龙博士就认为 人口不多 资源分配相对会减少 这是正常的现象 你的人数减少 那么你自然而然的 你在这个 这个这个选票的影响力就更加减少 那么它很直接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因此当你回到去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沿着这个族群 这条路线去想的话 你的影响力因此 影响力包括说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的时候 这个影响力自然跟着去会减弱的 黄锦龙指出 任何人如果能够撇开族群身份 跳出原有的思考模式 才能够抵消族群人口减少所造成的 比如资源分配减少等不利因素 他举例说 在捍华文教育的课题上 与其把华文教育挂在嘴边 不如努力提升华文教育的素质 让别人去肯定和认同华教 这样效果会更好 我们能不能够更少一点点 强调这是华人的教育 更多一点点强调 这个是有素质的 能够让你面对当今社会 不同挑战的一个华文教育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不需要有这种身份认同 我不需要觉得 自己是华人 我才能够进入这个教育体系 我只要能够认同 这是一个有效率的 能够让我立足于 这个社会的一个教育体系 所以不管你任何主权 你都能够进来 所以只要你在能够容纳一个不同 任何一个主权体系底下 你就不会再有面对说 不同族群人口下降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因为当时你 你就已经是跨族群的 黄景荣认为 公平的平台是不分族群的 只有将各族的距离缩小 摆脱族群路线 才能降低人口比例不平均 造成了不利影响 NTV7 刘香林 采访我到 NTV7 刘香林 采访我到